去英国每日邮报23日报道 近日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州发生有趣的一幕 两名女子在公交车上发生了争执其中一名女子的造型 特别是发行太过于雷人和浮夸 这也成为了双方互喷的焦点事情 发生在当地时间21日视频中 一名女子头戴高高的假发 沿着长长的假指甲造型十分雷人她的旁边 坐着一位身穿棕色大衣的女子 假发女子称棕色大衣的女子影响着自己的 穿棕色大衣的女子则认为是假发遮住了她的眼睛 导致她认错了人 你能看见我吗 这句话显然将假发女子惹怒了 我当然能看见你 我能看见我想要看见的一切 你这个疯子 这一下身穿棕色大衣的女子也生气了 她称假发女子看起来非常搞笑 于是两人开始激烈的争吵起来 我看起来不错 因为很多人都不敢穿成我这样 包括你也是戴着假发的女子 一边骄傲地说着 一边指着自己修长的指甲 她继续说道 我总是得到人们的赞美 你能吗 再见 菲利西亚假发女子对这名女子下了除克令 对着再见菲利西亚 美国流行的网络用语 是人们对自己不喜欢或者不在乎的人说 再见的一种贬义说法 最初出现在1995年的一部喜剧中 讲述的是一个名为菲利西亚的小女孩 乞讨遭人无事 被人们用再见菲利西亚打发 拍摄这段视频的目击着说 我下班后去赶公交车 一开始 这个戴着假发的女子 坐在了残疾人专用座旁边 另一名女子上车后 坐在了假发女子的旁边 最终她不得不站起身 换了一个座位 编辑徐思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